好 現在我們開始要上的東西是元素化物跟原子 所以我們一步一步往下上 然後我們要先叫東西叫元素 什麼叫元素 元素是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要做 我是組成東西的基本材料 蓋房子的時候有鋼筋 有水泥 有沙子 有小石頭 它們是構成房子的基本材料 它們就叫做元素 那我們說基本材料不能夠用普通的化學方法 比如說通電 照光 加熱 把它再分解的這個叫做所謂的元素 國中層數就分兩種金屬元素跟非金屬元素 有兩種金屬跟非金屬 金屬有金屬光澤 剛剛切開來的那個面會亮亮的 叫做有金屬光澤 有延展性 延性就是可以拉長變成絲 展性可以打薄變成一片 有延展性 變熱良導體 所以金屬有金屬光澤 有延展性 變熱良導體 是金屬的通性 然後金屬大部分都是銀白色 銀灰色 只有兩個不是 一個是銅 銅 有人寫紅色 有人寫紫紅色 還有一個是金 黃金 黃金 金是黃色 另外別種不是銀白色 銀灰色的國中不交 我們就不理它 當作不成戰 就是都是銀白色 銀灰色 只有兩個不是 哪兩個不是記號 銅跟金 五分金 顏色的跡象 那麼除了孔之外 長溫長壓下都是固體 我們說過什麼叫長溫長壓 25Q7 一大氣壓 我們也講過了東西的狀態 是跟溫度及壓力有關 就要講什麼溫度 什麼壓力 所以長溫長壓下唯一的液態金屬的就是誰 孔水銀 我們後來會再講一次 金屬氧化溫溫水成什麼性? 鹼性 教過對不對? 我們教過金屬氧化溫溫水成鹼性要記好 而且我講過了 考試沒有人考鹼性 考試都考什麼? 實際顏色 記得嗎?實維什麼顏色? 分紅什麼顏色?分泰什麼顏色? 他考都是顏色來講的 OK? 所以我們講金屬元素 有延展性電熱量導體 銀白色 銀灰色 非金屬就沒有金屬光澤 切開來之後不會亮亮的 沒有延展性 掐就碎掉了 掐就碎掉了 都是電熱的不良導體 唯一可導電的非金屬是誰?石墨 石墨是碳 但是你要寫石墨 因為石墨是碳的一種銅素異構體 我們後面會教 所以問你誰導電 非金屬元素是導電 你要寫石墨 石墨 石墨 顏色很多變 這三個背一下 古時候很愛考 現在其實不愛考 古時候很愛考 現在其實不太愛考 但是你還是給我背好 綠是黃綠色 銹是暗紅色 眼是紫黑色 這個我把它背一下 以前是屬於很愛考的內容 現在並不愛考 通常也不太會考 那種純石墨的東西我們並不是那麼喜歡考 有沒有喜歡考OK 就看一看 然後常溫常壓下有固態 有液態 有氣態 但是只有一個是液態 誰? 所以剛才有一個常溫常壓下 唯一的液態金屬元素 拱水銀 常溫常壓下有個唯一的液態非金屬元素 OK 那其他還有固態 有其他就在說 然後呢 非金氧化物流水成什麼性? 酸性 這以前教過要背好 一個乘減細 一個乘酸性 我們講過了 我們說這個要背好 把它記下來 叫做非金屬元素的通信 電熱的不良導體 微可導致的是石墨 不具延展性 它就碎掉了 OK 元素的已知有118種 就是2012年的資料到今晚也差不多 因為這可能會增加 所以不一定 然後自然界只有88種 舊客人寫88種 有資料寫98種 這是因為有的東西很難判斷 自然界以前沒有發現 後來好像有發現 然後可能存量很少什麼之類的 所以有些不一樣的數字記一下就好了 這也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元素是用原子的形態存帶的 原子我們後來再加 我們後面再加 就一顆一顆 就是原子一顆一顆的存在 原子一顆一顆的存在 我說你是相同的元素 就是你是相同的元素 我說你是相同的元素 就是說你是相同的元素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同元素同原子 不同元素不同元子 同元子就是同元素 這件事情我們後面有用了這個觀念 所以要請你知道 就是有關於各位簡單介紹 有關於元素的部分 OK